最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声 称西方想通过印太战略 拉印度加入反华的游戏 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 两位专家怎么来看 这样的发声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曹先生 实际上是向印度提出警告 曹先生 应该是印度的政策调整 伤害了俄罗斯的利益 好 曹先生请 因为我们讲 就是印度它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那么这个不结盟 它和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和平相处的 但是作为美国这个域外的大国 这个超级大国而言 那么印度现在是倾向于 为美国的这种所谓印太的战略服务 比如说马拉巴尔演习 比如说它的武器装备采购 过去它传统的 主要是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 现在它大量的采购西方的武器 特别是美国的武器装备 那么俄罗斯会不会认为 就是在这个大国关系中 你印度现在已经不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特别是你为美国的这种军事利益 和战略利益服务的时候 就是用你的军力来服务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呢 就得罪了俄罗斯 一个是武器装备的市场 被美国给切走了 还有一个 你的行动直接是给美国帮忙的 那你这个天平是倾向于美国的 所以俄罗斯说 你现在和中国对抗 疏远我俄罗斯 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 实际上我认为 就是拉夫罗夫的这个话呢 实际上是在对印度进行一种警告 就是说在大国关系中 你现在和其他的两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是不好的 陈先生您的观察 从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在这个地区 确实有重大的战略利益 不光是地缘政治考虑 还是这个军火的商业利益 因为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长期以来呢 一直希望在印度洋有一条腿 那么也是借着 印度这一个支撑点 不断地向这个地区施加影响 但是呢 印度我们看到 它其实更多的是导向了 西方国家 把俄罗斯甩在一边 这当然影响到了 俄罗斯在这个地区 施加影响的一些努力 那么从军火来说的话 这是很大的一块蛋糕 刚才曹老师也讲了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不可能眼看了 这么大一个市场 特别是军火市场 被西方国家 特别是被美国给击跑 那么现在不断地敲打 目的敲打印度政府呢 我觉得俄罗斯 它更多考虑呢 是自己地缘政治的需要 同时呢 也是商业利益的 这种追求 这种追求 是在这里的 这种追求 是否有过 是因为 军火市场 是因为 这种追求